你懂我嗎? 犯罪驚悚新作《細物警探》故事描述 由單索華盛頓所飾演的 柯恩俊副警長喬迪肯 被派往洛杉磯進行 本該是趟簡單的證據收集任務 但無意間 他卻被捲入了一場 棄捕連環殺手的行動 而領導棄捕的 正是由雷米瑪麗克所飾演的 洛杉磯駛警長吉姆貝克斯特 吉姆貝克斯特 對喬迪肯的直覺大為驚艷 因而私下尋求他的協助 但在兩人追蹤兇手時 並認定主賢是由傑瑞德雷托 所飾演的怪異家電送貨員 吉姆貝克斯特 渾然不知這項調查勾起了 喬迪肯對過去的不愉快回憶 而隨之出土的黑暗秘密 除了威脅案件調查外 還可能會毀掉他們的人生 你真的喜歡我的車 我喜歡 導演約翰·李漢考克表示 他花了將近三十年前寫的劇本 就是為了要藉此探討 警察辦案的智力與心理層面 並且營造一九七零年代電影的感覺 值得一提的是 戲霧警看片中 有許多精彩的對手戲 尤其是喬迪肯與吉姆貝克斯特 在審訊主賢亞伯特的橋段 三位演員表現出的戲劇張力 不只緊張刺激 還懸疑感十足 就連影帝單佐華盛頓都承認 和雷明馬利克和捷瑞德雷托一起標戲 真的是相當過癮 電影《細物警探》 在質問罪過與清白的過程中 觀眾還會對出乎意料的結局大感震驚 一本 大怪一點 是ちょっと小小事 另一個小事 精武 接待 get you caught